作词 李宗盛 我真的只是朋友而已 为什么 他名字你从不提起 他送你回来以后 我常一个人到外头走走 我以为我至少跟你相同 一个烂理由 他送你回来以后 我假装没有太多的难受 这样有一天你只要走 比我更多 他送你回来以后 我假装没有太多的难受 这样有一天你真的要走 不比我点头 你真的要走 怡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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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怡桃 真是太好了 你没有被发现 四哥呢 被张照中抓走了 我要救他 你别气动 我这样怎么救四哥啊 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走 好不好 来 喂 喂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哎呀 洪花会的人 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附近又没有大夫 怎么办呢 喂 你醒醒啊 出个主意吗 你别真的死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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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儿 喂 喂 你醒了 你怎么了 没有啊 我没什么 周姑娘 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啊 麻烦你帮我 把肩膀上的暗器给我拔出来 什么暗器啊 哪儿有什么暗器啊 哪儿有什么暗器啊 你老爱开玩笑 既没有血又没有暗器 你死心不改啊 做事抓弄我 我这里中了张照中的三枚缝金针 已经打到骨头里去了 真的吗 没有骗你啊 金针虽孝 却已经伸手入骨 又用刀把肉割开 才能拔出金针 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啊 如果不把金针拔出来 我怕我撑不过三个时辰 都是怕 我挺得住 好吧 这个就可以了 哦 哦 对 怎么了 你怕 别怕 我有什么好怕的 你才怕呢 把它转过去 闭上眼睛 喂 你喊什么喊啊 我还没动呢 是吗 不好意思啊 把头转过去 你看到什么东西了 看到了看到 穿一穿的东西 这姑娘 那是根筋 你把它放回去吧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再往下面找一找 看到了看到了 哈哈 金针 呢 哦 真的啊 这个人好毒啊 喂 还有两根呢 要不要拿出来 当然了 哦 你这个人啊 你这个人啊 这个人啊 第三根 也拿出来了 这些针没有针眼 否则送给你做绣号针了 真是服了你了 饭条命没了 还会开玩笑 是吗 我想睡一觉 臣赵晓众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既拿红花会乱党进展如何 回皇上 文太来已经押了回来 不过 臣家洛以及其他红花会版贼逃脱了 暂时不知所踪 什么 臣办事不立 请皇上恕罪 赵晓 皇上 臣带领铁甲军 去剿灭红花会的反打 本来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可以一举歼灭 可突然来了一群回民 把陈家洛一干人 领了就一起跑了 回民 他们怎么跟红花会有所牵连啊 皇上 回民早就对我大清王朝 心存不顺 尤其以霍青铜为首 曾经多次与红花会合作 他与陈家洛的关系最为密切 这次 可兰京又被夺回 就是陈家洛出手相助之故啊 可兰京可是回民的圣物 甚至比他们的性命还重要 既然陈家洛对回民有恩惠 也难怪回民跟红花会会联成一线 犯下救人 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红花会如果跟回民联手 力量更大 对大清朝廷有百害无一例 此风不可掌啊 皇上 回民彪汉善战 幽居鞭塞 他们不但难以管理 屡次与朝廷作对 况且 红花会的党羽遍布各地 渗透力极强啊 他们二者如果联合起来 势必成为皇上的心腹大患 臣以为 趁他们羽毛未封之时 派重兵镇压 以绝后患啊 先解决红花会的事再说吧 启禀皇上 我闻太来写了一张字条 转成皇上 我闻太来写了一张字条 说是红花会沉纵多足 让其转告 还有一块玉佩 承上来 扎 扎 湖上贵子飘香 夙月分辉 如有雅兴 请联聚谈心 共谋一罪 皇上的杀 臣家安落果然不重反响 对铁甲军重重围攻 在千军万马的战阵当中 仍然临危不乱 处遍布京 虽然未能带走文太来 竟然留下话来 胆色过人 想必已经知道东方尔的身份 就是朕 还想约朕 到杭州的湖上赏约 好 好 皇上 您真的要答应杭州执约吗 既然陈家洛有胆相约 朕当然要应约 皇上 您万万不能去啊 纵然杭州 是红花会的势力范围 天下还是朕的天下 大清国内万里山河 朕哪里不能去啊 朕是一国之君 难道还不如一个 红花会的总舵主吗 皇上 朕主意已决 你就不用多说了 所谓棋逢对手 无论如何 朕也要亲自到杭州会一会他 那好 卑职派人去打理 以防皇上的安全 百朕 臣在 你就亲自带人前往杭州 那皇上你 朕有张召仲 召会保护 已经足够了 现在距离十五月圆 还有半个多月 朕要到回江天山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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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喝杯茶吧 少爷 喝杯茶吧 少爷 你一直替兄弟们疗伤 还要派人去追查七爷的下落 已经一天没有休息了 不如回房去休息一下吧 没事 我还盯得住 那么多兄弟生死未卜 那么多兄弟生死未卜 下落不明 我怎么能放心得下 没事 我还盯得住 我要等他们回来 少爷 二爷他们来了 有没有七哥他们的消息 那四嫂他们呢 四嫂和实弟他们 在前面小镇打探消息 宗大主 四嫂她经历了那么多 眼下呢 又有霍姑娘的开导 我想她应该能想明白 您不必为她贪心 谢谢 你不要客气了 我们回部的几位兄弟 已经去打探众人下落 同时注意朝廷的动静 青铜姐姐不愧是女中豪杰 驰骋大漠 追风竹月 却又欣喜如沉 带领大家共同拖鞋 确实如此啊 这次若不是霍姑娘 及时出手相救 恐怕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大家言重了 我这次来中原 就是要打探蜻蜓的动静 我发现赵会争下的一支铁甲军 是用来对付红花卉的 所以特来通知大家 朝廷视我们红花卉为眼中钉 要除之而后快 霍姑娘这次仗义相助 我们永远会铭记在心的 但这事恐怕会影响你们回部 带来很多麻烦 红花卉被蜻蜓视为眼中钉 那我们回部就是蜻蜓的肉中刺 自从可兰金被夺回之后 麻烦也会不招自来 青铜和族人已早有心理准备 借由你们汉人一句话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今天有机会见识铁甲军的厉害 也算是知己知彼 没错 虽然铁甲军看上去笨拙 但在战场上却十分凶悍 极难对付 刀枪不入 想攻想打 该如何瞎说呢 想起来就让人心寒呢 对付铁甲军确实不能强攻 必须另想办法 无论如何 这次多亏有你 ic妙 加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我来 就拿这个作笔 将你内心的感受写在地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宁以一死不苟姓生 誓死如归 此为君子 只有难者 生怕彼怀彼苦 多少时玉玉欢休 好点吗 谢谢您 是谁教你用这种办法 书解自己心里不快的 爵母啊 爵母 什么爵母 爵母是女济师的意思 是我们族里的一个老人家 他带领我们向苍天祷告 你把不开心的事写在沙地上 让大地的风慢慢把它吹散 你那些不开心的事 就会消失得不留痕迹 那如果遇到愉快的事呢 把它刻在石头上面 让你永远看得见 并且想得起来 不因风沙岁月而消失 果然是个聪明的办法 我真想把我现在的心情 召坏石头刻一刻 秦桐 有件事我一直都不明白 你能否告诉我 什么事啊 你怎么成为回部的女英雄呢 因为我八岁那年 杀过一头恶狼 那时因为我们左人 每天都会被那恶狼 咬伤或者咬死 所有人全都生活在悲伤 和恐惧当中 草原上的歌声 全都消失了 那晚 我撞着胆 我找了一把匕首 站在营地外面 一直等着那头 让我们族人 担惊受怕的恶狼 我一直等 等着恶狼 终于 恶狼出现了 我当时想都没想 就冲了上去 跟他拼命 我不知道自己 还有没有机会活下去 但是我知道 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 草原上的歌声和笑声 都不会再出现了 终于 我筋疲力尽地倒下了 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过了三天 那时候 我的那些族迷们 告诉我 那头恶狼 已经被我杀死了 原来 大漠草原的歌声 是因为你而回来 那你小时候呢 我 我小时候 是在天山度过的 那是我最愉快的日子 因为 有你们的歌声 一直陪伴着我 然后呢 还有蓝蓝的天 白白的云 还有你赶着羊群在草原啊 你醒了 你的伤口还疼不疼啊 还行 我拿点水给你喝 多谢 那 喝吧 这姑娘呢 谢谢你 不用客气 喝吧 这姑娘 一直以来 因为四哥的事情 跟你有很多误会 但这一次你居然救了我 真不是该如何嫌疑 如果我徐天虹以前 有什么得罪过你的地方 我现在跟你说声对不起 你是不是伤得太严重啊 你这里好像有点问题哦 你说什么 你平时说话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我跟你说的是真心话 真心向你道歉 你竟然不领我的情 你以为我周琪是傻瓜 哪一句是真话 哪一句是假话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总算没有白救你 你都道歉了 再累啊也是值得的 干什么啊 干什么啊 没什么 喂喂喂 你要干嘛 此地不宜久留 待在这儿很容易被清兵发现的 对啊 这里又湿又长 的确不适合养伤 可是要找红花会的兄弟 又不知道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先找个偏僻的地方 等我的伤好一点 再慢慢地 联络红花会的其他弟兄 不过 你我男女有别 为避免其他人胡思乱想 又件事 你必须要和我配合一下 什么 以我日后以兄妹相称 兄妹 难道是姐弟吗 不是 我在家里一直是老大啊 从来没有哥哥 现在要叫你哥哥 我 我怕我叫不出来 而且是你 哎呀 慢慢就会习惯的嘛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走在一起 大家可以互相有个照顾啊 哎呀 说过说 不知道红花会 其他弟兄怎么样了 红花会的兄弟那么多 不会没有人照应的 你还是担心下你自己吧 先把伤养好 很快就可以跟他们会合了 说得对 走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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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师哥 你伤还没好 我看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四嫂 我没事 即使找不到他们人 哪怕找到他们留下的记号 也好啊 这是于童的笛声吗 我去看看 说你是苦中作乐吧 说你是苦中作乐吧 你的笛声却哀怨 郁郁寡欢的 哎 什么事啊 我是什么心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你我是同生死共患难 咱们现在相依为命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的事啊就是你的事 所以 哎 什么事啊 没事 你不想讲就别讲了 你不想讲就别讲了 不要 为什么 我们先找地方养伤 知性时候再说 走 走 四嫂 怎么到处也找不到十四弟他们 连个红花会的记号都没有 那笛声 你会不会听错呀 我也不确定 不如咱们在这个镇上 多留一晚 明早再探个仔细吧 好 优优优优独马 实际独马 忠独马 你快点快走 你如今 乱了 一山 就是你去奥 开门 开门 你认识这家人 不认识 开门 开门 来了 二位是 我要见你们家主人 快去通报 两位大爷请 两位大爷 请先用茶 我们家老爷马上就出来 二位是 我们是谁 你不必知道 我们兄弟俩有要事在身 不方便表露身份 但绝对是行侠仗义之人 不会给你惹任何麻烦 现在天色已晚 而且我兄弟有伤在身 不知可否行个方便 当然 当然 我唐某最喜欢结交江湖朋友 快去准备一个房间 给二位休息 是 一个不行 要两个 这位大爷有病在身 住一个房间 不是有个照应吗 这 这个 在下不愿意别人打扰 没错 我这个兄弟啊 不喜欢别人打扰 对 明白 明白 快去 是 要不想必是饿了吗 我就叫人拿些夜宵过来 多谢 谢唐老爷 稍后 这人很古怪 要小心 不要紧 不要紧 这种香绳土豪本姑娘剑多了 他们最怕的就是死 只要有剑在手 他们不敢把你怎样 今天好好睡一觉 明天我 算了 问你也不会叫 早点休息吧 李姑娘 嗯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嗯 什么事说吧 我 我们洪花会的兄弟一定在担心我 我想请你帮我向四嫂报个平安 让他们不必担心 既然你怕他们担心 既然你怕他们担心 那你之前为何要避开他 这 原来你什么要救你四哥 不当为了兄弟情 不当为了兄弟情 你是为了你四嫂 你是为了你四嫂 你胡说什么 你胡说什么 上次在湿道度的时候 我就发现点端倪 架上今天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喜欢你四嫂对不对 你不要乱讲 她是四哥的妻子 我的义嫂 你不能诋毁她 你这么生气干吗 她是你四嫂 你自己明白就好 给我 给我 什么 你的笛子啊 否则我怎么通风报信啊 你的四嫂和兄弟们 怎么又知道你平安无事啊 真的吗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你的笛子 是 余童 叫得可真亲热 难怪文四爷 跟你们十四当家 都为你身魂颠倒 余童的笛子还有衣服 为什么会在你身上 还有四哥怎么了 他们是否安好 就要看你的决定了 什么意思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今天 这两个人只能活一个 一切由你决定 你想怎么样 你不用紧张 只要你的心事向着谁 谁就能活下去 文太来现在被囚在镇上的府衙 而余童就在这边的树林 你只要冲向树林 我就把文太来杀掉 你只要去救文太来 我就把余童杀掉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片面之词 你可以不相信 那就替他们收尸吧 我没事 来 是 就把 guksi 噓 有 去吗 可见在你心目中 并没有你丈夫 四哥是个重情义的人 我们可以一块儿死 可是也一定要 把兄弟救出来 闻四哥的信念 也是我的决心 根本就不需要考虑 那于童 岂不是自作多情 于童也是个 重情义的人 他已经做了 他应该做的事 你不要这么想他 你不喜欢他 干吗要对他那么好 你到底想怎么样 于童还有四哥 到底怎么了 你讲义气 但是你却一点都不爱他 你是个好人 待人真诚 但他对你情难自控 你祖身陷 难以自拔 想来想去 还是你这种女人最可恨 让人又爱又恨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只是打包五瓶 本想为人教训你 这种玩弄感情的人 但是今天我已经弄清楚 你对文太来 是情深义重 我就原谅你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文太来并不在镇上的抚鸭 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那于童呢 他一切安好 告辞 请留步 请你多照顾于童 有你照顾他 我就放心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比你想象中好 他跟你四哥的情分也比你想象中好 他们俩情深义重 心灵相通 认你怎么关心人家也是枉然的 一个半男装的女子 虽然我不知道他的来历 不过从他态度可以看出来 他十分地关心于童 所以于童跟他在一起 应该是没有危险的 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 我们还没有七弟的消息 我们已经连日查访了 还是没有他们的消息 但是我却发现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我发现押运四哥的清兵 并没有向京城进发 相反正南下杭州 清兵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 南下杭州啊 这个东方儿 果然是有胆色之人 总统主 你到底想说什么 请直言 赤套杜宜战 虽然咱们没救出四哥 但我请四哥带我传了口信 约这个东方儿下个月十五 杭州见面 怎么可能啊 宗大主 这个东方儿到底是什么人呢 这个东方儿 正是当今皇上 皇上 皇上 没错 如果不是当今皇上的话 谁可以在两三日之内 调动五千铁甲军 可以命令朝廷重犯突然改道 除了当今皇帝 再没其他人 杭州是红花会的根据地 只有当今天子 才有这个胆量赶来赴约 这真是天堂有路他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苟皇帝胆敢到杭州 他只有死路一条 那我们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 安排部署 救人有希望了 对 对 这事全靠陈舵主机智过人 在赤套渡这么混乱的情况下 都可以这么冷静 做出如此部署 扭转乾坤 霍姑娘见笑了 如果家落真的有过人之才 早就把四哥救出来了 红花会弟兄 也不会有这么多人伤亡 战场之上 变化莫测实难以知 只要全力以赴 稳心无愧就可以了 如果有你在 红花会定当如虎添衣 如果青铜能够帮助你的话 定会相助 只可惜我很快就要回到回部 为什么 我爹一直以为 清廷有心招安义和 但知道赵惠带着铁甲军 这个情况之后 我觉得朝廷的招安 只不过是权益之计 一点诚意都没有 所以我准备返回 通知我的族人 那你何时同身 越快越好 我们也要赶赴杭州 以路程而言 霍姑娘可以 先和我们走上一段 到杭州前 再分道扬镳吧 但是从这里到杭州 只要了三天的脚肠 大家在一起的时间 岂不是就这么几天了 分开以后 谁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相见 这 你醒了 我们还要走多久啊 其实刚才 我们经过了好几股人家 想叫你下去休息一下 但是又怕吵醒你 所以就继续走了 这 你怎么样了 不好 不好 那怎么办啊 我们回去啊 回哪里去啊 刚才你见到那些人家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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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老婆婆 你们是谁啊 我们想跟你结束一宿 可以吗 本来我们是去 投靠远方的亲戚 但是在路上遇上了官兵 我们无意得罪了 就把我们俩痛打一顿 连行李都被他们抢走了 只要有这些官兵在啊 都是灾难哪 嗯 你们进去休息吧 你们进去休息吧 谢谢老婆婆 来 休息一下啊 你们贵姓啊 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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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婆你呢 我姓唐 我姓周 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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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了 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恶毒的人 老婆婆 她姓神明谁啊 我帮你教训她 太医啊 也姓唐 这里的人哪 全都称她为唐里砒霜 凭她的外号 就知道她为人独辣 徐 大哥 我们一起去教训她 喂 你别睡啊 喂 你醒醒啊 你怎么了 她 她怎么不醒啊 是不是死掉了 你别吓唬我 她的头在发烫啊 一定是病情发纵 要赶快找个大夫才行啊 那大夫在哪里啊 镇上啊 有个姓曹的 叫曹思鹏大夫 他倒是医术最高 架子也最大 上次我儿子啊 被打之后叫他帮忙 任凭我磕了十七八个头 他也不愿意过来呀 管他是皇帝老子 我也把他请过来 婆婆 你先帮我照顾他 我很快就回来 开门 快开门哪 谁啊 把门叫的天都要掉下来了 曹思鹏在吗 找你们家老爷看病啊 当然了 袋子里可有十两白银 没有的话回去 喂 没有银了就可以不看病啊 这岂不是见死不救吗 你没钱看病 迟早也会饿死 不救也罢 我 看你这奴才像 就知道你家主人 也不是什么善类 好 我就给你斩上几刀 看你啊 没有银子 你家主人是不是也见死不救 孤单狼妹 孤单狼妹 我家主人他不 不在 那他在哪里啊 他他他他他他 小玫瑰呢 小玫瑰是谁啊 他住在哪里啊 一红院 一红院 曹大夫啊 你说什么 喝了美人酒 和青春永驻 我看你啊 都是在骗人啊 陶大夫 是给你喝的那 不是美人汤 是米汤 他呢 就是让你 头怀送抱啊 米汤啊 对 还是留给你自己 去骗你的小妹妹吧 对对对 好了好了 去吧去吧 我和唐六爷 还有事要商量 去 去 唐六爷 这两包药粉 就是你要的 红的这包呢 和酒混合 让小牛喝下去 保管他不省人事 至于那个男的嘛 就让他把这包黑的 给吃下去 到时候啊 就别管他是什么江湖好汉 还是武林高手啊 告明 告明 曹大夫 这两百两银子 酒归你 我特意留他们两碗 今天晚上 就好好地伺候他们 对对 哦 唐六爷啊 听说那个男的身上 有只精笛 嗯 那事成之后那只精笛 哦 那当然归你了 啊 哈哈哈哈 那曹某在此 先谢过唐六爷了 哎 不客气 哎 哎 你什么人 你们两个贱贼 曹四旁 你算什么大夫啊 你你你你你你 给我给我出去啊 哎 好 还不走 饶命啊 饶命啊 快走啊 走 快点 饶命 进去 进去 姑娘 你真的把曹大夫给带回来了 女侠饶命啊 谁要你的狗命啊 要你来救命的 快看看她怎么了 女侠要小的治病 也不必痛 废话少说 肯定 怎么样 这位大爷受了伤 流血过多 再加上奔波劳累 才会这样的 只要小的开副药给他 再稍事休息 应无大碍 那快开药啊 是不是小的开了药方 就可以走了 不是 你要确保他药盗病除才可以 还有啊 当年你对婆婆的儿子见死不救 也要好好赎罪 我的儿子 就是因为你的袖手袍冠而死掉 赔上你的命还不够啊 女侠饶命啊 婆婆饶命啊 小的 小的知错了 知错了 要饶你这条狗命 要看婆婆的主意才行 来 来来来来 吃吃吃 请 汤老爷 承蒙阁下仗义相助我兄弟俩 不仅让我们头所疗伤 如今更是厌请我们 真不知道如何答谢你 哪里哪里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这是理所应当的 李兄 来 我敬你 唐六爷 要喝 在下陪你喝 不不不 于兄有伤在身 这酒就别喝了 来 我这里为你预备了一碗大补汤 你把它喝了 保证药到病除 哎 汤老爷 我看你这伤比我兄弟的重要 哎来来 还是你先喝 哎 哎 我这伤 怪事怪事 这药啊 还是于兄把它喝了 你把它喝了 好 谢谢 好好好 来来来来来 吃吃吃 汤老爷 我们喝完了 该你了 该你了 好 我也喝 嗯 嗯 嗯 你对手牵 稳一点啊 我的命就在你手里啊 宝宝 吵什么吵 是不是要婆婆一刀把你劈死啊 嘿嘿嘿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哪 不敢 不敢 不敢就乖乖地会着吧 婆婆 嗯 嗯 老实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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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起来喝药了 来 喝了就会好了 喝吧 哎 还有呢 喝 喝完它 喝了就好了 嗯 哎 哎 你怎么样了 喂 没事吧 我外面还有很多啊 喂 喂 好 我看你收鑽的 最好 诚意 在这边 是 不敢 在这边 地下 你 你 我看你 应该所以 也有什么 好 不过分手那天的结尾 纪念我深深爱过的人是谁 爱像只蚊蚓在心里真的很美 应该忘了你 可是我学不会 别再问我哪一天才能学会 我要个世界你不能给 有些爱情会给时间一些香味 踏迟了一点却把我的心关罪 谁看见我流过了几次眼泪 踏迪在心里让我学会 每段故事都有属于他的守卫 他偶刻意提醒我自己不能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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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